我是一個女人 得知八海鐵獵女的遭遇 內心說不出的一種五味難受揪心 寄希望與政府和執法部門 能給百姓一個真實的可信的交代 懲罰作惡犯罪者 江蘇調查組的結果讓我們徹底失望 他們就這樣赤裸裸的愚弄百姓 中共邪惡流氓無恥的本性也暴露無遺 2月27號 河北的劉美芳王天堡在退黨網站 發表了這篇退黨聲明 同一天 我們有人本來想去徐州的 但是現在 徐州這個婦女拐賣的事情 讓人也是憤怒不已 現在11人全部聲明退出上學時期加入的 中國共青團和少先隊 中共不倒臺 老百姓的生意真沒法做 28號 徐州封縣的拐賣婦女 殘忍的不敢令人相信 還不是個案 幾萬婦女被拐賣到徐州 受到了非人的對待 中共的官方就廣泛而深入的參與其中 所以 不管出幾份公告 都不會有什麼真相 恐怕只有共黨不存在了才有真相 徐州鐵鍊女事件引發中國民間極大的憤怒 目前 官方加大力度刪帖 封村抓人 壓制民間輿論 但是 在中共無法掌控的海外退黨平臺 近期湧現出大量的退黨聲明 裡面都提到 鐵鍊女事件讓他們非常憤怒 對中共徹底失望 因此 我們聲明退出邪惡中國共產黨 與歷史上最邪惡的魔教切割 用這個行動為千千萬萬徐州鐵鍊女吶喊 還我自由 《鐵鍊女事件》在1月底意外曝光 一開始就被民間質疑涉嫌人口 人口拐賣 徐州當地政府出臺四份報告 次次改口 從一開始否認拐賣到最終承認拐賣 之後江蘇省調查組試圖用第五份報告 給事件一錘定音 但仍然被民間質疑掩蓋真相 大陸民眾透露 全國還有很多被拐賣的婦女 但地方當局不作為 導致人販子非常猖獗 更多民眾看到中共官員只想快點平息輿論 非常不滿 我就有在揚州 她當時在勸我的時候我就問她來 我說你有沒有看到你們江蘇的那個鐵鏈女 她說此一時彼一時 我說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此一時彼一時 這都是你們共產黨幹出來的事情啊 對不對 你每一級村政府它都有繼承黨支部 對不對 那個村書記都是你們共產黨員 你們都在幹什麼 你們都參與迫害啊 那共產黨還天天說 中國的人權比美國好五倍 你好意思說得出來嘞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指出 鐵鏈女事件觸動的是人性 中國民眾越來越明白 如果對這樣的罪行視而不見 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個受害者 因此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拋棄中共